有的时候我是真的不是我一个人的作品 可能是我发起了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是很多未知的 然后是来自于他人的一些概念 或者记性的一些想法 我是高龄 现在住在北京 我是一个跨界的视觉艺术家 我的工作是混合的使用摄影行为和装置 对我们日常的生活给予一种干预和重新设定 摄影的真实性和记性是我比较感兴趣的 我在2013年开始做这个项目的时候 当时是1月份 我在网络上看到中国的北京 那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污染的情况下 我觉得如果是我在北京的话 我会怎么去面对这个污染 我的朋友们 我的家人们 他们怎么来面对这些污染 我就开始想 或许我可以做一个项目 来邀请大家一起参与 引起人们的一种反思吧 然后有一次在伦敦的一个火锅聚会里面 就聊起来这个话题 他就慢慢地了解到我要做什么 他开始拿了一个金色的购物袋 然后套在自己的头上 我就跑远一点点拍了一张照片 还有一个是在香港拍摄的这个作品 这个叫大四的女孩 看到了一张关于天安门广场 在六四之后的一个扫荡的图片 也是很大的雾 不过是扫荡完之后的烟雾 其说空气中有一种雾霾 不如说现在的人被蒙上了一层雾 还有一个是我在泉州认识的两个朋友 中国文化的热爱者 他就告诉我说 通过静坐能够进化身体 以及周围的磁场 然后他就带领了他旁边的一个日本的女孩 他们静坐的时候在那个夕阳下 背景是泉州这个城市 这个项目大概有收集了一百多张 盒子里的八十张是挑选出来的 这一部分可能是正确地表达了 这个项目的概念 因为污染还在 这个项目还在进行 我觉得通常的自拍 都会用一个很恰当的角度 拍摄自己最美的一面 而这个项目 它这个面部被处理了 有些很滑稽 甚至是丑污染物 进入你的肺部 你的血液 当然你的身体内部会变脏变丑 甚至生病 然后才会影响到你的外部 让大家注意到 这个是一个严肃的事情 因为呼吸是太重要不过的事情 我觉得摄影在这些项目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因为它捕捉了很多个那样的瞬间 它让这些瞬间能够呈现在另外一些人面前 摄影是帮助我的观念得以呈现的一个工具 各位 欢迎讨论啊 我们下期见到这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